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等会儿吧 这个树是怎么个意思 这还有树洞的事呢 我们还有 这树分叉了 太不哑关了 好 你可以走了 我们要交谈 我们要交谈 你可以走 死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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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所以您今天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还给老公一个热情的拥抱 没错 来吧 老伴 来 谢谢老伴 谢谢老伴 老伴 来 流量 你就能 军金的总会发过 老伴 全都极限 欢迎你收看由孟军园独家冠名的 黄金100秒 孟军园 黄金 精纯 行更浓 在这里首先欢迎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200位 黄金观众 欢迎各位 继续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黄金乐财团 首先欢迎于昊 掌声送给卢欣 那么欢迎于昊 更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即将登台的六位黄金选手 加油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综艺春晚的手机客户端 更多精彩综艺资讯 请先看 挑战开始 今晚的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道训徐光 大家好 大家好 送我介绍一下 我叫康芒 来自辽宁省 银口是巴鱼圈局 我是一名超市的老板 这是卖假头套的超市吗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崔莲玉 来自辽宁银口巴鱼圈 我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 大家好 我叫常君 是一名酒店服务商 大家好 我叫田居臣 我也来自辽宁 我现在是一名舞蹈教练 我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看你们几个 年纪都不大 对吗 除了队长可能看起来老一点 我老一点 老一点 最老的队长 您几年高瘦 九 九二年的 岁数最小的是哪一位 是我 我是02年的 今年16周岁 00号 看着可不像 大哥 你猜16 你需要保养了 所以倒去时光 会不会和你们今天 包括他们的造型 都是比较复古的有关 对吧 我们70后看着很亲切 而且我很喜欢你们那个造型 你们能不能再来一下 你们刚才开场那个造型 3 2 1 造型 你看 就这四个标准的 毫无为和諾 来 请放松 请放松 很有年代感 为什么不活出一个90后的样子 没有活成70后的 这个团队呢 是我是队长 也就是我们偶然的机会 再碰到一起的 然后组建这个团队的 我非常个人比较喜欢 复古的歌曲舞蹈 有非常阳光 有感觉的 那我采访一下 您的偶像是谁 小虎队 曹莽 哎呦 曹莽 过不前 你看现在年轻人 都喜欢现在的音乐 对吧 其实和这个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现在音乐风格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为什么喜欢复古的呢 就是我家去超市 超市 然后我平常时候没有事 超市经常放歌 然后我爸我妈 就经常放这种老歌 经常放这种老歌 听听听 我就入神了 就着迷了 然后我就是 往这些方向发展 你看我都说了 他不同年代的音乐 舞蹈 都是有代表性的 对吧 比如说你比较喜欢 这种七八十年代 他们的舞蹈有什么特点 那给我们总结一下 日常生活中 所见的那些动作 就是头疼 头疼 脖子疼 脖子疼 腰疼 腿疼 腿疼 这可以加到舞蹈里面 对 这可以加到舞蹈里面 其实我们这些人 也都是那个岁数的 我们也想就是 来感受一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哪首歌可以 把这些动作串到里面 第一轮老师的 《爱情鸟》 这个歌是年头很久的 这个 好 看鸟呢 而且那个时候的西服 就是流行这种宽松 对 树上红着一只 一只神魔鸟 呼呼呼 呼 让我觉得心在跳 我看不见他 有种感觉回到九十年代的滋满了 对 这只爱情鸟 它在向我换脚 好好好 太棒了 我相信你的舞蹈一定会唤醒台下 这个四个嘉宾 某些人的 他们的共鸣 因为他看着最后岁数大 对 比如说卢星玉号岁数最大 对吧 让我上来感受一下 就这个动作 我们咱俩学一下好不好 这个动作 前面有些太夸张了 我这个工地 我就负责摆鸟 好好好 那我就是那树呗 好 你负责跳 你负责看树看鸟 对 这个树有一个根 我是理解就是 它每句歌词的每个字 来表达这个 树呢 就是这个脚呢 零要站稳 跳舞的时候要站稳 就是树的根 腿呢 还有这个腰啊 是这个树的这个干 树干 树枝 鸟窝 是这个意思 就是整体就是树这种 班哥你的家在这儿 你的家在这儿 松吹来的时候就是树 你也告诉我 你也等会吧 这个树是怎么 个意思 这还有树洞的事呢 什么还有 这树分叉了 这个一个节奏就是树上停着一只 直接表现鸟 嗯 一只 杨凡老师 鹰 表现一下 鹰 側鸟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什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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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一 晃悠 晃悠 三 三 一 二 走 走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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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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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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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还有 看完你们的舞蹈以后只有一个感想 什么感想 这是群什么鸟 帘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 谢谢 谢谢 从你们的舞蹈看出来 哪里是我的 你们俩就是青鸟后 真的 我有个小问题杨凡 因为你看他们这个组合 年纪最大的都是92年 最小的02年00后 你们在模仿八九十年代这些歌舞的时候 你们内心真实的感受 002的小伙说 真实的 就是我感觉吧 和我同龄的人 就看我看我就像看二十多岁的 其实我才初中毕业 就是 所以你是能找到成熟感 嘉明哥说话比较含蓄 我替他问一下 他问那么老半天 我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们年轻人的感觉 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舞蹈 现在看起来有点土吗 土 你看土吗 这一声 我挺喜欢的 挺好的 我说实话 我看到这他们四位我很亲切 其实我特别喜欢左边这位小伙 小伙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 我是在夸你啊 我觉得你的长相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而且我觉得至少四位啊 我觉得这个帅哥美女 他们在台上给我们展示的复古舞 可以说明一点 我觉得他们和家里面的长辈 我觉得应该是交流上不以后任何的障碍 对吧 因为就是家长就是最害怕就是年轻人不懂我们的世界 有代沟 但是你愿意去了解过去的那些音乐啊舞蹈啊 我相信会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沟通的时候是很顺畅的 对吧 好 来吧我们黄金的赛团 表个态 表个态 3 2 1 全部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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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觉得应该给啊 一个是超市的老板 一个然后来他这买东西一服务员他给勾搭着 他俩跳 跳完了把两个老师给拐的走 然后一起大家录这东西是因为一份热情 对 而且他这个复古舞其实不是学的以前那种复古舞 以前跳的比这个还要简单 他是自己根据这歌词去编的 对 好 我觉得四位乐财团的成员给出绿灯并不意外 而且我们往这边看 200位黄金观众坐在现场 从这个年龄层上看 有很多人是70后和80后 但这恰恰说明了接下来的难度 因为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机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观众朋友 在收看节目的同学还可以拿出手机 参与我们的微信摇一摇互动 迎金斗玩游戏得黄金大奖 每个月最后一期我们将会现场开奖 摇一摇黄金就来到 赶紧行动吧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190后 请准备 请准备 在这个交叉步转身身那会儿 请准备 太多熟悉的舞蹈动作了 我去穿锁缠成一朵神话 然后小屁是一样的伤 好 变成了 他们就搜罗了这个年代的所有的影像 舞蹈 好 好 好 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火 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火 照亮了我 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 我也知道你 是真心喜欢我 挑战成功 特别好 但是我要说 这个优点也有 就是在这个复古的 古步的基础之上 其实是有这个时代的律动 有怀旧有创新 这是你们的特点 来 我们看一下 一百秒钟的表演时间 我们现场两百位黄金观众 多少人支持你们 请看大名 一百二十一位 很好看 这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吊坠造型了 六角星 送给你们 加油 其实杨万 我真想借他们成功说 我有个感想 今年二零一八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真是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年 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生活的变好 我们这四十年其实是形成了自己 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文化的 中国人讲温故而知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 去温习一下 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面 我们创造的流星文化 你看他们尽管是在传承 但事实上我们又觉得很新 因为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这样文化就活了 谢谢 也希望你们加油 来 再次送上掌声 孟金元 黄金一百秒 挑战纯度极限 本栏目奖品由孟金元独家提供 孟金元黄金 金纯情更浓 这里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让我们掌声有请 蓝玉芬 梁文涛 黄金一百秒 我来到你身旁 带来了我的微笑 小宝贝 杨范小宝贝 想你们个好 让阿姨抱抱 让阿姨抱抱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叫蓝玉芬 是来自广西南宁市的一名退休干部 今年虚岁七十 大家好 好 我叫梁文涛 南宁人 今年其实有二 我向年轻人汇报一下我的精神状况 精神状况 诗书琴其酒 样样可以有 唱歌钟气足 半夜爱看球 退休人不休 寻赏小老头 快乐的小老头 快乐快乐 谢谢 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老伴 理工男高级工程师 有工程师的气质 阿姨是一位退休的一务工作者 您先是医生 药师 怪不得有一种黄药师的感觉 你真有想象力 对不对 更像黄药师的学生 你超疯了 宝贝我想说一点 在于心目中特别喜欢你 然后为什么你只往眼睛里面 透出一点小小的好的话意 然后 那句话没听清 南宁话没听 我的眼睛是怎么了 透出一点小小的好的话意 透出一点小小的好的话意 坏意 坏意 我这个岁数小 我这理解能力差 小小的好的话意 这是好还是坏 都是善的 好像坏意 都是逗大家开心 开心就 开心最重要了 对了 不说了 它是好言还是坏言 你这些港台片的知识人 它只能用的 能够看出来 您二老对我们节目很喜欢 那当然了 周深阿姨有什么爱好吗 有爱好 我们最爱好第一是唱歌 我们在合唱团 已经唱过二十多年了 平时在家也唱 在家也唱 也唱 在合唱团也唱 对的 但合唱团是大家一起唱 对呀 有什么平时练歌的地方吗 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平时我们也 每个星期去一次卡拉OK 所以我们的卡拉呢 是非常OK的 卡拉就是很幽默啊 那咱们就在这展示展示 你们二老的OK的能力好不好 我们刚学了一首 《往日时光》这个歌 好听 然后我就 我们轻唱几句吧 好 我们可以给伴奏 我们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 哪句歌词您最喜欢 生命依然充满了渴望 那就把它唱出来 这歌很好听 非常好听 谢谢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真是那往日时光 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穿着旧衣裳 不许我们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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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假如能够回到晚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太迷人了 太迷人了 其实我们除了卡拉OK以外呢 在家里面总是歌声不断 有时候呢 我就帮我老伴跳舞 有时候我老伴就吹口琴 吹口哨 给我伴歌 总之是歌声不断 你们精神很好 所以真的就是 我觉得二老刚才这个歌声当中 当然如果纯从音乐 或者是艺术角度来讲 会有瑕疵 但是我觉得带来的是满满的感动 真的让我们很羡慕 我们说找一个伴侣相伴一生 我说有这样共同的爱好 对不对 你也喜欢 我也喜欢 每天我们可能 除了就是我们普通夫妻 这样的拆米油盐的日子之外 但是你们有自己 共同的爱好 乐趣 每天在家里面 好 然后你为她搬舞 她为你唱歌 对 真的好 真的好 而且我觉得在歌声当中 我们真的觉得 过去有句话 人生其实古来西 但是看二老你们现在的状态 多年轻 多恩爱 对不对 谢谢 而且我相信如果不是我今天 要特别介绍的话 观众朋友很难想象 我们阿姨过去有一段时间 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对吧 这段故事谁来讲 我就说说您来讲 好吧 我讲吧 就是别看她在台上生龙活腹 精神很好 其实她是有点问题的身体 那医生后来的诊断呢 就是说是她患有轻度的抑郁 以及比较重度的 谁 焦躁吧 焦虑 焦虑 老爸我来说 宝贝我来说 好 是这样就是我进入了老年 然后女性呢她更年期的 她在这个人的生理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改变 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医的 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呢 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 你明明知道 你有些地方 你是需要控制你的这个情绪 对 但是呢 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所以我老爸说实在的就是 充当了我的除气筒 那么有时候呢就是我情绪一发作 我的小宇宙就要爆发 然后我就有时候歇斯底里 有时候我就烦了 我就会摔东西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 我的老伴就会很心平气和的 就是用语言去疏导我 然后呢你一定要包容一切 或者有时候她就走过来 没有语言呢 给我一个轻轻的这个拥抱 然后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这样子来平息我这个 心中骄傲 不安的这种情绪 那么这段时间就是通过 医生的药物治疗 还有我老伴的这个爱的包容 所以我的身体慢慢慢慢 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 这不就来参加黄金100秒 谢谢 阿姨阿姨 所以您今天啊 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还给老公一个热情的拥抱 没错 来吧老伴 来 谢谢 谢谢老伴 谢谢 来 我们可以投票了吧 好 来 来 三 二 一 红红火火 所以要成双成对吗 谢谢 谢谢 因为其实我没有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 卢星跟玉浩的节目 谢谢 谢谢 所以你不给我绿灯 那是很不对的 大爷 大爷 你说晚了这话 所以前台词就是说 以前一直喜欢你们 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 没有机会了 现在已经 你们俩的改灯很明智 离途直反 你们忽略了一个信息 叔叔今天穿的这一身 是合唱团的服装 团员都来了 你看叔叔这身衣服 信息量很大 像嘉明哥说的 合唱团的团员 对不对 不交易舞的舞者 对 打台球的 大平一起来 大平一起来 两千多人 我就突然发现这个 确实在老年大学进修过的人 这个想法就是不一样 熟悉 你也看得出来这个 不过说实话 我给绿灯 确实我就为了叔叔阿姨 你们的这一份 真的到现在 如初恋般的甜蜜和幸福 谢谢 太让人羡慕了 谢谢 而且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谢谢 其实我想说 四维乐塞团成员给出的绿灯 不仅仅是他们的判断 更是我们的祝福 对吧 祝二老 谢谢 更加幸福快乐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放松心态 因为我觉得阿姨刚登台的时候 还有小小的激动和紧张 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平和多了 把身后的舞台 不要当成挑战的舞台 而要当成享受的舞台 是的 享受着快乐的100秒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面向前方 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誓金子总会发光 来 请转身 请准备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和你情话 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 想和你游来 甜蜜的爱情 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的心花 好芥娅 想喝你有奶 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哎哟妈妈 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哟妈妈 怎么的忙的被当 哎哟妈妈 可不要对我生气 年轻人就是这样想 哎哟妈妈 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哟妈妈 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哟妈妈 可不要对我生气 年轻人就是这样想 谢谢 挑战成功 谢谢 祝贺叔叔阿姨 来 我们看一下 一百秒的表演时间 我们现场两百位观众 多少人支持你们 一百一十七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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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不自信 是 今天来参加节目 就不应该脖子上带东西 对吧 来 阿姨 这个小礼我送给您 你看喜不喜欢 谢谢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好的 健康长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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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好 好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可以把染口摘下来了吗 对 摘掉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是山西平阳龙舞园素舞团 大家好 我是队长老大王心如 我是我们老大的手下施培泽 今年十二岁 我是她的好姐妹 我叫陈欣怡 结果是那个 最小的是老大 因为她跳舞的时间最 对 我跳舞的时间最长 看你个不服气的样子 跳舞的时间最长 但是我觉得挺好 也纠正了我们一个观念 在这个染口上来 你们本身不是戏剧演员 对吧 你们是舞团 所以这个在戏剧的元素 是你们舞团的一大特色 对 一大特色 那你们的所有的舞蹈 都是会和这个京剧 和戏剧有关吗 有些是连接一些武术 各种感觉的那种 混合各种元素的 编排的一些舞蹈 你们的老师 是年纪很老的一位 叫我们染口的是新姨爷爷 这是你的爷爷教你的 然后给我们排舞的是 我的鹏爸 是你的鹏爸 对 鹏爸是你们的舞蹈老师 对吧 对 今天是来跳舞对吗 是 那咱们把鹏爸老师 请上舞台 好 来 咱们掌声有请 你一上来之后 我们感觉这是跳街舞的了 这是你三个学生 对 我的学生 这个教跳舞多长时间了 他学的时间最长 然后已经有差不多 快五年了 然后新姨和施培泽差不多 也是三四年左右吧 当时是想给我女儿组一个舞团嘛 然后 给你女儿组一个舞团 对 后来愿望没有实现 对吧 没有 现在实现了 现在实现了 所以新姨是 对 对 新姨是我女儿 那正好你的表达那么好 你来给我们讲讲 你心中的老师 鹏老师是怎么样的老师 我心中的老师就是 有说笑 然后对我有时候 就对我们特别的好 特别的温和 就是有时候还好搞笑 很搞笑 对 他会很严厉吗 不严厉 会很严厉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就会有点凶 不是不是有点凶 是很凶 很凶 在下课的时候很搞笑 下课的时候 跟我们玩得可爱了 但我其实最关心的是 女儿心仪 自从介绍这个师父 就是爸爸的时候 他一点骄傲 和自豪的感觉都没有 这个表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圈里面没有行话 一般是父亲 是不直接教自己的孩子 教不了是吧 下不了这狠心 下不了手 下不了这狠心 可我是完全相反 就只有对自己家的 最狠是吧 就是说 可能我当时一开始 创业初期 我就是心仪生下以后 就送给爷爷奶奶了 我是完全没有管过她 我到了五岁的时候 和我爱人才把她接回来 接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对她还是 可能我没有那个概念 就我对她还是 特别特别的凶 特别严厉 我说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什么都是错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子 你被爷爷奶奶灌着 我就老说她 然后她从小 她就会对我产生一种 就是特别抵触的一种心理 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 她给我写过一封信 写完信以后 她说有些东西 我可能没法跟你表达 但是我用写信的方式来 和爸爸说一下 他从来不叫我爸爸 叫的我是程老师 对 然后反而我的学生 叫的我是彭爸 彭爸 然后他写的说 你对所有的学生都笑 但是你从来没有对我笑过 可能我对别的学生 也是一样严厉 但是我对他也许 比别的学生更严厉一些 我心里面其实也特别难过 就这么多年了 她跟我的关系 就一直很微妙 然后很多人都 感觉不到她是我女儿 请一说几句吧 我写这封信 其实我告诉过 老师不要给其他人看 但是是老师 自己偷悄悄地 发给了爸爸 你说的老师是 我的语文老师 这是你的作业对吧 对 然后老师把这封信 交给爸爸看了 对 爸爸看了这封信之后 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他会主动地去跟我说话 为什么以前没主动地 想跟爸爸去说呢 因为我很害怕他 所以这就是回到 我们刚才说那老话了 为什么这个 好像父亲很难 把自己这身才艺啊 才华 能够很好地传给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好像当 当你把他当成 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你就不会像老师一样 那么去严厉 当你真的像一个 好老师的时候 孩子又会误解 他怎么不像我爸爸 他跟我那么陌生 他对我那么严厉 所以你后来是如何 在这两个角色当中去平衡 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我自从看到 他那封信以后 我慢慢地现在 就是说尽量 把该有的工作 我放一放 就是我会带他去 他喜欢的 比如说大草原啊 一些他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他喜欢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都会陪他一起去做 其实今天也想对着这么多人 去跟我女儿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真的爸爸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这么多年 上回也不应该去 那么严重地去打你 这辈子只有那一次吧 也许 不会再有 以后不会再有 你原谅爸爸 爸爸还是爱你的 好 老师能不能带着 带着学生来热热场 这样子吧 我让他展示吧 他先展示一段小技巧 来 进入表演状态 你觉得阿植是不容易 你说你勇于冒险 学了这么多高难度技巧 你还当不上队长 而且他是一个很辛苦的孩子 因为他家是农村 他是每次就是到城里面 来学舞蹈的时候 他自己要跑三十里地 他自己跑 了不起 对 跑来三十里地 所以我在想 我说你这个 很可能一个小的细节 其实他真的就是因为 农村这个公交车也不方便 那我就早上起来 就跑到俱乐部去练 但是就这样长时间地 造就了他的一种 这个心肺功能 就这个耐力特别好 好 我们展示点到为止 好 来吧 展示再多了 一会儿一百秒就没有期待了 好 最后一个小问题 待会儿表演有多少人 九个人 九个人 很关键的问题吧 很关键的问题吧 来 黄金乐猜团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和你们的衣服颜色一样 谢谢老师 来 孩子们 和老师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准备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黄金一百秒 黄绿蓝链在游灯边 一边唱一边喊 哇呀呀呀 好想扎泪 鸡叉叉叉真相在耳边 蓝脸的诺尔顿 鲏马 红脸的观光 战场上 黄脸的天卫 白脸的草草 黑脸的张飞 另外一边跳 小老板 呀呀呀呀還 呀呀呀呀 恒上老半天 乐队伴奏 一听光是罗古家伙 Lunder Liger三大剑 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 跟上潮流 吸引当代小青年 挑战成功 再次把掌声送给龙舞元素的孩子们 来 再把黑衣服 来 我们看一下一百秒钟的表演 尽管我们多少观众支持你们 来 请看大屏幕 非常不错的主持 一百三十九位 而且这也是我们预想 黄金一百秒五年多的时间 我记得刚刚开播的时候 有一个组合是把这个戏曲 和街舞结合在一起 中间已经好多年没有 没有这样的节目再次登台了 而且这次不一样 上次是两位叔叔 而你们一群小朋友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加油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中华文化有希望 必须加油 孩子们 再见 梦金园黄金一百秒 挑战纯度极限 本栏目奖品由梦金园独家提供 梦金园黄金 金唇情更浓 这里是黄金一百秒 挑战继续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秋林 你好 你好 梁花 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笑容 显得热情 现在你显得有点争鸣 我叫秋林 来自福建福州 谢谢大家 在哪个茶楼工作 因为我总在茶楼里边 就能穿这个旗袍的女生 另外杨帆 以后看女孩 不要那么太直接了 你再来优雅的一次 来 如果你想偷偷地看她一眼 但是又不失 瞄一眼 又不失这种 就别直视 对吧 对 你来再试一次 在哪个茶楼工作 做什么工作 跟你开个玩笑 我是一名形体理老师 在做这个教育行业 做培训这一块 形体 礼仪 对的 方面的老师 是的 难怪气质这么好 他这个礼仪 这是我们最擅长的 对不对 我们堪称这个 黄金一百秒 最有气质的五个人 今天就在现场 就说你刚才这么秒灭 这个礼仪跟我们讲讲 平时讲课 它都涉及到哪些方面 我们生活 就从刚才 我跟帆哥在我手的 这个过程中 我就感觉 帆哥这个手劲还挺大的 我猜测 可能帆哥是一个 特别热情的人 杨发你没听说了吗 老师在批评你 你要批评我的意思吗 你给人捏疼了 手劲太大 这我还真是学过礼仪 人老师就说了说 就怕那种蜻蜓点水 那种握手 显得不真诚 真诚一定要用力去握 是吧 是这样的 握手呢 其实能判断出一个人的性格 就比如说刚刚帆哥特别的用劲 他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 但是呢有两点 如果一个人手劲向下 用力向下压的话 可能这个人的性格过于的强势 那么如果手劲 晚上顺着他人的话呢 可能这个人的性格会更加的随和 那我是抬了还是往下压了 你是有点往下压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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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 是 我这个人在家没办法 就是地位有什么高 那我以后稍稍注意一点 就握手 这是我接受 我改 那比如说呢 平时站啊 坐呀 走啊 这方面有什么 可以给我们指点的吗 那我们可以来 我们就来说一下方哥好不好 那 说我 对 方哥的微笑呢 特别的真诚对不对 特别的热情 那我想 让方哥再来猜猜我的微笑 因为其实礼仪最快呢 其实要学起来 太多的知识点了 但是我想从一个最简单的知识点 来传播给大家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我现在有没有笑 我觉得没笑 其实我笑了 这就叫皮笑肉 这就叫皮笑肉 对 就是抛开嘴 看眼睛没看出来笑不笑 大家看懂了吗 刚才看懂了吗 要不要再试一次 好 他笑 这样是 我觉得没笑 露了两颗牙腾应该是 我也觉得没笑 因为我感觉刚才眼睛 带着一股杀气 你有多脆弱 好的 我来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为什么和大家玩这个游戏 其实大家前面都猜反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传统的 有个词语叫做 眉开眼笑 眼笑 对 其实我前面第一轮的时候 其实我是笑了 我的嘴巴笑了 但是我的眼睛 大家是不是看起来没有笑 没错 其实是反了 因为我是皮笑肉不笑 嘉明哥刚才说的 所以这样让别人看起来 会很不舒服 对吧 是的 是的 因为眼睛没有在笑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想分享一点 我们如何用眼睛 眉开眼笑 就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大家来看一下我一个动作 动了一下 眼睛 耳眉在挑眉 这叫开眉吗 挺不错的 梦见缘黄金 金纯 琴更浓 你那叫对眼 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吧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尺度的 如果做不好的话 就是眉来眼去 是的 是的 就是我 有一种轻挑之感 那就是尽量 它得有一个这个度 是吧 是的 要把握一个对眼 稍稍能动一点点 对 我们乐踩团是一个严肃的团体 好 这是第一个笑 好吗 还有 比如说站呢 商务场合中呢 我们的站姿 双脚肯定是并拢的 对 然后呢 我们的全身肯定是要头 要有一种早天花板的感觉 我们可以来互动一下 我们可以伸出食指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双手伸出食指 在耳根处 对 然后呢 我们双手的食指 来往上走 两个手指 好 来找到头顶的百会穴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指尖中间来戳根法 撕起来 对 来去找天花板 顶起来 对的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 头顶早天的感觉 老师 这个练多了会不会脱发 让你拽 没让你拽下来 但这个是提升主持人的气势 你看我们乐塞团成员 因为他们可能 要多多的时间是坐 像这样的 有点半身不随的感觉 我拿把椅子上来好吧 给示范一下 来 拿把椅子 好 那我们录作的时候呢 有一种是男士 有一种是女士 大家来看我一个示范 觉得哪种好看 好 女士在这样子 就是第一种 再来看第二种 我们演戏 大家觉得哪一种会好一些 演戏 往椅子旁边走 这个步伐还不一样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因为还没坐呢 来 杨帆示范一下男士 你的理解男士优雅的做法 开始 这是侧窍美腿吗 大哥 我猜你的左腿是假的 因为左腿不打方 坐呢 坐的时候 坐多大幅度 有人说坐一半 是吧 好的 来看我这样也是错误的 就很容易前拱后翘 那我们就可以 微微地把脚往后撤一步 入座的时候呢 男士坐到椅子的三分之二处 男士就双腿打开 与肩同宽就好了 让我试一下 好的 还学得还挺细的 你学得太细了 太不牙关了 咱们今天谈合同 咱们今天谈合同 你要再往前上写下去 我觉得你最后一个动作应该是冲水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规范 跟好像跟商务当中的礼仪还不一样 对吧 比如商务当中的包括谈吐啊 表情啊动作 都会有很深的含义 是的 在生活中其实呢 就只要是我们整个人向上挺拔 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就可以了 但在商务中呢 就会涉及到好多 比如说手势怎么出呀 眼神呀表情呀 比如说手势的意思是 手势啊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种 好 你好 方哥你好 这边请 这也是一种礼仪的方式 这是引带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滚动式的手势 聊天的时候滚动式 然后OK 我们合作成功 OK 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交谈办式 好 这样 老师呢也简单教了 咱们现场就模拟一个 商务的谈判的环境 好不好 营造这么一个氛围 我们来考验一下 谁是最有商务气质的 未来有可能成为 黄金100秒CEO的 好不好 好的 请上我们的谈判仪 谈判桌 来 有请我们的商务代表 掌声有请四位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来宾 大家好 那2018年度 黄金100秒 招商引资大会 现在开始 来吧 先来吧 来 从这里 你坐那边 我坐那边 对 我们正好最近要找 张一鸣清洁工 我们来了 我们同时就坐是吗 好 来 老师可以 来 请坐 看完他们表演之后 给出点评 好的 好 你可以走了 我们要交谈 我们要交谈 你可以走了 这就OK了吧 你可以走了 我应该这样离开 这样离开 坐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商务洽谈 我不是 我不是招聘来的 什么人呢 虽然他长得像个适应生 实习生 我们在谈生意 怎么还招聘了呢 你为什么对我们 黄金100秒栏目 比较感兴趣 给钱啊 OK 那就签合同吧 您批准 您批准一下 您批一下 这有问题吗 合作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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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 上面写的是 一号写的是 杨帆讨厌 我在上面签字 同意 我很感谢啊 这个大项目还带着我 这个要不就杨帆讨厌 还是说刚才这个细节当中 这会有问题吗 我来模拟一下 递比的方式 好吗 来 好 我准备要递比给他 他是我的客户 那有一种错误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双手这样递 好不好拿 是不是你还要再换 转一个圈 再转一个圈 你要写字 是不是要转一个圈 就是要换过来 就没有特别方便 那么我给你一种 最方便的方式 你好 是不是这样写字 是最方便的 直接是往这手上 人们递过来 对的 顺着你 因为一定要让你方便 谢谢老师 好吗 谢谢 在这里我们把掌声 送给丘陵 谢谢 其实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中国人是其实 很讲究这个礼术的 是的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家长 都开始培养孩子 去学这些传统的礼仪 是的 特别感谢今天现场 给我们一些小的指点 可能大家会想象不到 今天这样充满气质 如此儒雅的丘陵 其实好像过去的时候 好像在没有学礼仪之前 形象啊感觉跟今天 都是截然不同 是的 你建议我分享一张 你过去的照片吗 不建议 来 请开大屏幕 是不是 那时候好像也有点寒凶 而且最重要那时候 好 你比现在要胖很多 是的 胖特别多 这是你 这是你 对 也就是说练了这个礼仪之后 人都会变瘦 是的 这确定不是那个余悦仙吗 是这样的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 是学前教育专业的 但是也有接触过一些礼仪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 就算是兼职 后来就五年前左右 结了婚 生了孩子 就可能每个人都觉得 家庭可能过得很幸福的时候 可能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特别差 因为首先身材走样了 大家也看到照片了 对不对 然后状态就特别不好 已经失去了朋友圈 工作也失去了 就好像变得每天在家 只是孩子 除了孩子还是孩子 后来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先生他的一个朋友 叫我去分享一堂礼仪课 然后那时候就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那在那堂课中 我的学生 因为我改变了 后来课程结束以后 还在不断地找我说 这个课程太好了 因为我的这堂课 让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那个时候的自己就觉得 很惭愧 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地 去找到未来的方向 所以慢慢慢慢就 边学习边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学院 然后现在拥有一帮自己 特别爱我的学生们 然后对于未来的整个发展 都特别地有目标 所以也非常地感谢 我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 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种改变 对 你会发现 好像他的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 就是你要对别人有礼 其实你首先要对自己有礼 是的 然后你对自己有礼 对别人有礼以后 其实你就会对生活有礼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学礼最简单的方法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有一个词合在一起 叫礼仪诈 你像我跟杨帆 我们吃完饭以后 买单 我一定让他先来 但是他每次都没有让过我 我可欠心 但是老师跟我们上了礼仪课 但我们还真不知道 你接下来要表演什么节目 对 今天演唱一首歌曲 唱邓丽君的歌 哦 来 三 二 一 如果他不说邓丽君 我可能会给他红灯 但他一说邓丽君之后 我突然觉得 他的整个今天的旗袍 他的气质 邓丽君的歌曲 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气质之美 对 我觉得他身上的气质 跟邓丽君是吻合的 我想在我们现在 黄金一百秒的演播室 如果论气质 论礼仪 可能没有人会比邱丽更棒 谢谢老师 接下来是你展示自己 音乐才华的机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跟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天秘密 你笑的天秘密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 在梦里 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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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你 甜蜜笑的多甜蜜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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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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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说 对于唱歌来讲 光有气质还不行 至少还要有气息和嗓音 我觉得一张嘴一听这气息 我就知道 丘陵完全没写过唱歌 关键是我就看见对面观众 那个红灯 完全没有任何礼仪可讲 那边还有个大哥 等会儿 再等他 但是我觉得丘陵成功了 事实上是因为 他在这个舞台上 跟我们的交流 跟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对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 支持了他 不要忘了刚才邱老师 苦心交给你们的 这些我们的传统礼仪当中的 点点滴滴 所以一会儿在 受到惊吓和恐惧的时候 希望能够保持仪态 对 好的 来 四把VR飞椅 请准备 看大家 谢谢 scissors lang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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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了 孟金元 黄金一百秒 挑战纯度极限 本栏目奖品由孟金元独家提供 孟金元黄金 金纯 情更浓 关节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关惠敏 你好 你好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叫关惠敏 我今年十九岁了 哈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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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菲菲 我十十年十年 说得真好 吹敏十九岁 你后面说的是哪里的方言 没听懂 我是印尼的华裔 我的爸爸妈妈和我 都是印尼的华裔 对 出生出长的印尼华裔 那家里面哪一代人是中国人 就是一代 爷爷的 爷爷的 很久很久以前 对 但是我的爸妈都不会说汉语 说中文了 对 在家里只有我和我的姐姐会说汉语 你们俩怎么那么厉害 你的中文 你爸爸妈妈不会说中文 不会 那你的中文在哪里学的呢 我是在印尼棉兰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学汉语的 虽然有一点点口音 但你仔细听惠敏 它其实是分声调的 对 四声都是分的 对 很厉害 你是在印尼有在中国生活过吗 没有 就存在印尼学的中文 对 你也太厉害了 就是我非常希望 就是有一天可以来到中国留学 就是我的梦想 那你现在是留学生吗 不是 不是 我还在印尼西亚学习 还没来到中国 你这次是专程来参加《黄金100秒》的 对 千里迢迢 从印尼来到 那你是来着火车票够贵的 对 大方的 在我们中国也是叫惠敏的 一定都是大美女 谢谢你的夸奖 我希望你把中文学好 然后有一天真的实现梦想来中国 然后学习 成为中印两国交流的文化上面的大师 好吧 一定 你看本身这个惠敏 他的这个 我觉得语言天赋非常非常好 虽然一天中国没来过 但是你看他跟我们交流 他的发言很标准 但我们再帮你提升一点点 来了中国回去说中文 要和在印尼学不一样 对吧 你要写得更正宗一点 对 这二位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话 讲笑话 让观众笑 咱们来一个绕口令交给他 我给你简单的 好 门上吊刀 刀 刀吊着 太难了 我给你跪一下吧 太难了 换个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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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喇嘛 手里贴着五级茶 北边来个哑喇嘛 要离别人是喇嘛 这个 正常的 我也使一坏 十是十 十是十 十四 十四 十是十 这个你应该学过吧 应该可以吧 十是十 十是十 十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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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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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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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十四说成四十 也不能把四十说成十四 这个有点长 分析一下 刚才老师叫的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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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十 十四 好 就说成这样子 印尼人也是你说最好的 这回来中国要待几天呢 我是原本就是想待久一点 因为我特别喜欢北京 对 第一次来北京 这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 上次来的时候就是有 参加一个汉语的比赛 很幸运就是在那次比赛获得了亚洲区的冠军 好 而且今天惠敏的这个着装还有一个信息的传递 中国的 因为他如果不介绍的话 你会觉得他应该是中国的一位名歌手 对 唱民族歌曲 我相信学习中国歌曲是他学中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对吧 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民歌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民歌 虽然我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声乐教学训练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唱歌 特别是中国的民歌 特别是中国的民歌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一个年轻轻轻的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喜欢唱中国的民歌 因为一般像我这样的年纪一般更多是喜欢流行歌曲 流行歌 对对就是我为什么会偏偏喜欢中国的民歌呢 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唱中国民歌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中国山水的美 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你唱中国歌的时候是有那个画面 美丽的画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 所以接下来惠敏要登台挑战的就是唱中国的民歌对吧 对 这是可以说 是一首非常开心 快乐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的一首歌 好 是 来 黄金乐赛团请准备 3 2 1 有逢自远方来要给绿灯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非常标准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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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上演唱的是一位外国佣人来自印度金西亚的关会蜜蜜 海 海 卿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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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海 海 海 明天又是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 在春风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时尔都能唱 明天又是好日子 轻轻的光影波浪浪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 在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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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当然我觉得可能 不同国家语言可能是不通的 但是对于黄金的这种审视的价值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金字是最闪光的 是最正规的 对 这也是我们中国朋友的一份礼物送给你 好吗 希望你加油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也看一下你的100秒 现场200位观众有多少人支持你 好吗 好 来 请看答题 123位 谢谢大家 留在中国 就这四个字 留在中国 我当媒婆 下一句 留在中国 我当媒婆 干你们俩了 生个孩子 第四句 没有波折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上车是五位灰民 小战程度极限 本栏目由孟金元 独家过名播出 孟金元黄金 金纯情更浓 这里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赵莉莉 跟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赵莉莉 来自陕西西安 然后我是一名小丑 泡泡秀演员 怎么可能 卢欣都没去演小丑 你这种形象 当然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之前是一名幼师 幼儿老师 那也不奇怪 因为这个泡泡秀 可能小朋友更喜欢一点 最开始学习表演的时候 我学习的第一个是魔术 然后后来学魔术的时候 我家里还是比较支持的 后来就是觉得小丑比较夸张 比较逗人喜欢的 然后自己就偷偷地去学了小丑 反正到现在父母都不是很支持我 做这个小丑 所以你今天是偷偷来的是吗 但是我也给他们说了 我说我要上黄金100秒 但是 爸爸你参加节目就不要去了 黄金100秒呢去吧 这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今天很重要 在这所有的表演 就为了给爸爸妈妈证明一下 对不对 对 你这个工作是很好的 要不证明一下 来一个什么小展示 好的 我今天带了我的泡泡小道具 有请道具老师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想邀请到我们现场的一位观众 配合我一下 好吗 男观众 女观众 都可以 都可以 有没有积极争取的 大人 小孩都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 来 小宝贝 你几岁了 七岁 七岁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子仙 你的梦想是什么 想成为一个公主吗 对 好 接下来就是见证你成为公主的时刻 变成小公主 好 不要动 有一个小王冠 你有一个小王冠 你看我这说是牛鸡叫吧 你会模特走秀吗 模特走秀 猫步 走两步 来 展示一下你的造型 三 二 一 面向前方 微笑 自信 这怎么还 来 跟叔叔学一下教你 你一直走耳朵都掉下来了 来 叔叔给你把耳朵搂上去 再补一个耳朵 再补一个耳朵 再来一个 来 你看是不是 再来一个 你可能是在家没练过 走着有气势挺胸抬头 挺胸抬头 再挺一点 对 面向前方 微笑 好 今天考试100分 爸爸奖励你吃好吃的 来 走 非常好 我当你的助手是合格的吧 合格 完美 不能光哄小朋友 大朋友要关照一下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 我可以现场教番哥 或者起为嘉宾 你们也可以立马做出来 一个泡泡的视频 好 月仙姐姐 想不想变成个小公主 好嘞 来 有请 好嘞 姐 你想成什么样的人物 柔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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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出战口吗 我尽量吹着细 拔着我的针 对 那我尽量吹着细一点 尽量吹着细一点 给你吹几根针出来 没有 我说怎么干 吹着麦克风 挺有效果的 容我摸一摸 叫容摸摸 给你个抱负的机会 给杨帆一个 杨帆半蹲 杨帆半蹲 可以 可以 谁给造的 这个造型带尖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个赞 你的心态真 老师 亲姐 其实我觉得刚才莉莉 给我们展现的所有 都是她这个泡泡秀 对吧 可能小丑这个部分 目前还是很神秘 是 因为你一开场也介绍 自己是一个女小丑 对吧 对 那你接下来的100秒的表演 会是小丑的扮相吗 是小丑扮相 我就想借助咱们 黄金100秒这个大舞台 向家里人证明 我演小丑是非常快乐的 非常自在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证明 给家人的机会 好 来 开始 黄金 乐猜团 准备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她会没有顾虑 我倒觉得她是一个特别 对 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女 她把这些全放下 反而把小丑 用小丑 来制造很多的快乐 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特别的好 很欣赏你这个勇气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四位 我觉得四位的话 不仅对莉莉来讲是很好的鼓励 也很触动我 确实有些 会受自己这个帅气的形象 然后这种说服 很多事情不敢去做 说口号吧 来 口号是吗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莉莉 请登场黄金大舞台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将这部分的东西 也要提订 她要的思计 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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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一定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实哪怕是小剧场里的舞台 现实的舞台的感觉表演 都跟我们这个黄金舞台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说跟小朋友在一起是互动的话 我们在这期待的是意外 惊喜 爆点 但是好像他们基本上是把生活中的真实表演 就直接平移到这个舞台上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这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跟小剧场 对 小丑是应该和观众互动的 对 他这个100秒的舞台是一个单独表演区 所以他要为100秒的这个黄金舞台 单独定制一套表演 没错 但是我们丝毫不怀疑 刚才这个100秒的内容上的呈现 如果拿到和小朋友之间互动的话 小朋友依然会喜欢 没错 对 我们是肯定的 没错 如果舞台上有几个小朋友在他们身边 依然会很开心 对 好吧 那既然很遗憾 还有最后几秒没有完成挑战 那最后这几秒就交给斯维勒赛团的成员 替莉莉来延续他未完成的表演 好吧 好 我们化个妆 戴个VR眼镜 我们也接着演 也扮上小丑的装扮好吧 来 VR飞椅 请准备 3 2 1 开始 就这样 这样面扔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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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综艺春晚的 手机客户端 更多精彩综艺资讯 抢千看 再次谢谢现场 和电视机前 我们的黄金观众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黄金大舞台 有料你就来 是金子总会发光 星光闪闪亮 梦想闪闪亮 你是我的星蓝 我是你的星蓝 暴明圈 他还说不就不比唱吗 这还不差呀 同意老师前脚赶摆 这个短信回复完 后脚和绑定的手机 银行卡里所有钱 都画到了骗子账户当中 把手打到后边的接球 那太容易了 因为有幸灯上黄金100秒 你在座的各位处为知己 想必是极好的 我妈不配欣赞 红 oli 我妈不配那 我妈不配那 我妈不配我 了 我妈不配那 我妈不配 不 äv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